021年3月11日,上海浦东警方成功侦破一起,生产、销售添加为净充分,稀不取名,减肥内食品案件,抓获生产人员曾某某,女,26岁,销售人员朱某某,女,26岁,郭某某,女,30岁,等32名犯罪嫌疑人,上述犯罪嫌疑人,以为警方依法刑事拘留。 据媒体报道,警方同报提及的,34女子郭某某,就至2019年7月13日,亲满释放了郭美美。 郭美美在网络销售的减肥食品中,添加为净药性的行为,属于在食品中添加,有害的,非食品原料的行为。 郭美美明知,销售的减肥食品中,添加物会对人体有害,仍在网络进行公开销售,对不特定多数人的,生命健康产生严重的危险性,顾郭美美持故意心态。 郭美美2015年9月,一开设,赌场罪,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,于2019年7月亲满释放。 如果法序认定,郭美美构成,生产,销售恶害食品罪,两字都是有期徒刑以上,郭美美的刑罚,执行完毕,为满5年,又放清罪,构成雷犯,量刑上从重处罚,不是用反形和假释。